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 我会拿着这么几个问题 我刚刚写的这个程序 web服务器的功能是干什么 就是htp服务器用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接受浏览器的请求 处理浏览器的请求 浏览器如果要是请求的是一个静态的页面 是静态的对员 比方说是个点什么PG 请求是个CSS 那么请问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将来 是不咱就直接把这个东西读出来 是不是直接给它返回了吧 那么咱们只是假如请求的点PY是动态的 听懂我意思了吗 咱们后面还有改 只是假如说点PY是动态的 请问你请求的是 你在浏览器里边写的是 resistant.py login.py 那么将来让它对应的哪去呢 让服务器是不是请求到 接受到请求之后 是不是应该扔给 另外一个程序里边 让它去处理了吧 咱们刚刚讲的 那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捷舞的方案了吧 它得到了之后 它这里边 根据它自己的约定 浏览器请求的是这个 那么让它去执行这个函数的功能 浏览器请求的是这个 让它执行这个的功能 浏览器请求的是其他的 让它执行其他的 请问 你这里边毕竟是Python写的电码 请问是不是数据是可以变呀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返回的这个resistant 是返回的站立的部分 我只要返回一个动的 一个特殊的数据 不就变了吗 比如说这个数据是从数据库查出来的 请问既然这里边是Python的代码 可不可以用数据库的功能 可以吧 可不可以学让咱们以后学的爬虫 从别人的网站爬来的新闻 放在这 不就是这样的显示 你的网站的新闻了吗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 对中国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 浏览器请求的某个字元 最终对应到 你的框架里边的某个函数 而不是对应你服务器里边的某个功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服务器 只要是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服务器 绝对不会再变化了 你要做的是让服务器支持你这个东西的运行 听得清楚了吧 对吗 想要让咱们的服务器更好的去支持框架去运行 咱们当前做的这个简单的方案 特别露 根本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说 我自己写的程序 我就要application 这不能行吗 但是咱们说在实际的 你将来这个服务器会用你自己写的这个服务器吗 那打死你你也不会啊 你根本就扛不住高病发呀 十万以上你这个成绩根本搞不定啊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用全球比较出名的服务器 有哪一些是非常出名的服务器呢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 有一些这些服务器是非常出名的 比方说像安静克克对吧 比方说像这个啊 不会读 反正是有比较出名 这个没见过啊 ngx就ngx 这是非常出名的服务器 简而言之 有可能你所听说过的两种比较出名的 叫application 一个叫ngx两种 那么最厉害的还是这个 现在的慢慢的都从这个转到这个了 application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很多年之前大部分都是用application的 但是ngx更厉害 ngx更厉害 那么既然言之 咱们刚刚自己写的这个web服务器 其实能干这个事 但是因为性能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 最终 你的公司里边绝对不会用你自己写的 用谁的呢 一定是用这个ngx 这个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个ngx的服务器 请问人家已经写好了代码 你是从网上荡下来的一个可以执行的程序 这个没法玩 你能这个地方导入一下你写的模块吗 能吗 这百分之百不能啊 就是你拿下来的不是python在马拉斯C的 你甚至是汇编的 你听懂我听了吗 你怎么可能像python一样直接import一个东西呢 你根本就用不了了 所以说同学们各种原因最终想表达一个意思 你如果要是按照你自己刚刚这么规定的协议 你先去调我的application函数 我接下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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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这个框架那就废了 只能和这个服务器是不是配合了吧 那现在就像这个问题 我如果找一些比较出名的服务器 能否让我刚刚写的框架让他支持呢 我目标是用比较出名的NG卡里边的 我自己写的框架 对吧 能不能让他去执行呢 可以 从这个图里边能看得出来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服务器 你只要按照某个规则 最终呢 他就可以支持你的这些框架的运行 能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可以支持你这框架的运行 比如说咱们自己写的mini 下方线frame框架 那么他也可以执行 他也可以执行 那么想要让他执行的话 是不是就欠了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按照某个协议来做吧 按照某个协议来做 这个协议就叫做wsdi 叫wisd协议 这个wisd协议的规定是 让你的这些服务器 去调用你Python写的这些框架的时候 需要怎么调 怎么传 传什么 怎么回回来数据 这是整个流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核心的问题 他接收浏览器的请求 如果是静态请求 静态的资源 他直接打开 然后直接回过去 请问这事是不是解了 但如果他请求的是个动态 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方设法 去调 让他调用咱们刚写的这个框架了 请问这个代码 这个服务器不是咱写的 想让他去调单的 是不是应该按照Wisd协议 去整理咱们这个框架 将来他是不是才能成功地调用吗 那会牵扯到哪些东西呢 请问 你觉得我去调他 他应该回来哪些数据 我想给浏览器回过去 我应该回什么 浏览器问我要东西 我给他浏览器回什么 Header和Body没错吧 如果我是直接找到 我就自己做个Header 自己把文件的内容当到Body回过去了 但是如果我发现 他请求的是个动态的 我这个黑颜色的箭图 从这过来的东西 请问有什么 有Body 至少都有Body 还有什么呢 那有人说 这个地方想要这个Header 你在这里面写个固定的200不请了吗 他们一定是200吗 你刚刚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定写的是个200啊 一定吗 不一定啊 你如果用户请求的是一个不存在的 请问 咱们这个地方明明写了个NotFound 要配置这个地方体现出来 是不是就404的功能 你是不是应该把404的那个Header头 也应该给他回过去 是不是还对吧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么一说 最终我想要给大家体现出来的意思 浏览器 我换个颜色啊 浏览器请求过来的数据 如果我判的它是动态责言 我就去调咱们自己写的框架 我自己写的框架 应该给我回两部分数据 一部分叫做Header 一部分叫做Body 那么我服务器的作用是 把Header和Body给他加起来 回给浏览器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你只负责 接收浏览器的请求 调用你写的框架 人家给你回过来的是Header和Body 你把Header和Body给他合起来 接下来回过去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他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程 那么这么做之后 同学们 你想用这些高端的服务器 去支撑咱们的框架 没有任何问题 听懂就知道了吧 想要让这些非常厉害的服务器 去支撑咱们的框架 咱们应该干什么呀 怎么着 是不是咱们得遵循VCD协议啊 那么VCD协议最主要规定的是什么呢 这么几点 同学们注意听 第一 我去调他的手 同学们 我是不是告诉他 浏览器请求的是什么 你给我的时候 我是不是规定 你怎么给我 是不是这两部分 我给他什么 他给我什么 VCD协议 就是来规定这个事情了 很简单 那么想要真正的理解 他到底传的是什么 同学们 我简单 我告诉你 他有一个地方 和咱们之前刚才的代码 是不一样的 想要去遵循 他的VCD协议 同学们 看着这儿 你的外部框架里边 必须实现一个 可以直接调用的东西 比如说函数 是可以直接调的吧 对不对 Application 名字呢 一般默认 他会调的名字叫 Application 和咱们刚刚写的这个 Application 是对应的 但是不用的 对应的地方 有两个点 第一个 传过来的参数 不一样 调用之后 回回去的数据 也不一样 听听清楚了吧 把这两个东西 只要理清了 维持继续 就这么简单 那么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正常的VCD会传什么 两部分 第一部分 传一个字典 第二部分 传一个函数的引用进来 我再说一遍 他去调的时候 如果咱们把这个东西 想象成是一个真正的 把它想象成 真正的一个服务器的话 他会去调这个的时候 传两个 一个传的是字典 一个传的是函数引用 那么接下来 我就简单的 给大家 咱们把这个 先说一下 说一下 我再给大家写 先说一下 看着 最挑 一定要最挑 这个地方是最难的 今天 浏览器 去调服务器的时候 传地请求过去 服务器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去调 咱们这个 去调的时候 是调谁呢 规定一 规定一 默认调用 默认调用 application 函数 听懂意思了吧 默认调用 application函数 好了 你 这个地方 你里有一个函数 叫做 application函数 在对前面 第一 我得以为这个函数才行 我得以为这个函数才行 听得清楚了 第一部分是他 第二部分 我一双击没了 第二部分 他会要求什么呢 除了这个地方 要求一个叫做 application函数之外 第二部分 你定义的这个函数 必须有两个函数 第一个 你叫什么名无所谓 你叫什么名无所谓 反正是形态 你想叫下去反 第一个 人家给你传的是对点 第二个 人家给你传的是函数名 就是相当于给你传的函数名 比方说 function function 这个p 你这个地方叫什么名无所谓 听得清楚了吧 他将来去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给他传两个 一个是字点 一个是函数的引用 他会把哪一个函数的引用传过去呢 他会在他这里边 在服务器里边 他会定义一个函数 他会在服务器里边定一个函数 比方说定义一个叫做setResponseHeader 这样一个函数 我只是假如说 这个是不固定的 application是固定的 这个是不固定的 他假如说他定义的函数叫setResponseHeader 这么一个函数 他假如说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 定义了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 他在去掉它的时候 传来的字点 传来一个函数的引用 是哪一个函数的引用呢 这个函数的引用 我掉你的时候 我把我的函数的引用给了你 请问 这个函数的里边 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找到他 可不可以 我告诉你了 我家的地址在哪 请问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这个地方在哪呀 那么接下来 第一步我去掉它 我去掉用它 这是肯定没问题了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请问它是不是都有返回呀 你说是不是给它凉 返回什么 咱那会说过了 主要返回什么东西呢 Header和Body 要返回两部分 最低 它这两部分这么多的 最低 在这个application函数里边 你要去掉用 你指向的那个函数 说得直白点 你回过头去掉它 你掉它的时候 把Header扔过去 Header 哪个小 Header有了 我把Header通过掉这个函数 我送给你 你有了Header 随着这个函数的调用结束 请问我是不是又回来了 又回到哪去了 是不是又回到这个application函数里边 就来了吧 接下来我准备准备准备数据 我接下来 当这个函数结束的时候 通过return return body 把body接下来 这个地方我写个body 接下来通过returnbody 请问是不是向那这个body 这动的 是不是就过去了 那么 这个时候 请问是否我就可以意味着 服务器去掉用框架 是不是掉完了 我是通过掉用你的application函数开始的 你的函数执行完了 请问我是不是掉用自己完了吗 当这一次掉用结束之后 你的服务器 把刚刚在这个函数里边传过来的Header 和把刚刚这个application返回的body 合在一起 把这个和这个合在一起 接下来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就可以收到将来这个页面 是什么东西了 这个就是威士忌协议 这个就是威士忌协议 朋友们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你注意听 我再说一遍 你得开始讨论了 一个浏览器 换种颜色 一个浏览器 请求一个资源的时候 web服务器一定会去根据相应的判断条件 如果判断它是动态的 它去掉用转到框架里边的application函数 听得清楚了吗 它去掉这个函数 那么当这个函数掉用完的时候 这个函数需要返回个body 这个没错 OK body它一定是知道了 就是这个函数掉完的时候 你就应该返回body 这个这么理解了吧 可以 咱们刚刚写的程序请问 返回的是不是都是body 这个可以 那关键一点是 它怎么把header给咱们这个服务器的呢 我在这随便定一个函数 你叫什么都行 我在去掉application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函数的引用 传递给这个地方 传递给这个第二个参数 那么请问 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就知道了 这个函数是不是在哪 当这个函数在结束之前 它先去调用这个变量指向的函数 那么它带着谁过去的呢 它带着header过去的 请问 既然这个函数是你服务器的一个函数 是否意味着它可以把这个header捧起来 它把header捧到服务器里边 OK 捧完了 随着这个函数的执行完之后 执行之后 请问 是不是又回到了application函数里面去啊 那么接下来application函数 准备准备查询查询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等等 最终 当这个application函数结束的时候 他return一个body 那么body得到了 加上刚刚这个函数里边得到的header 把它俩加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把响应返回给他了 这么说能理解了吗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赏 非常重要 这就是维持这些企业的流赏 好了同学们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接下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讨论讨论 一定要讨论讨论 谋道部砍太公 啊 好